欢迎继续收听《斗破苍穹》第175回 上一回中我们说到 随着战斗的结束 海波东带着萧炎离开了 随着海波东的消失 这片经历了一场精心动作的 破大战的天空 终于是缓缓的平静了下来 然而平静持续了十几分钟 两道流光便是从东西两个方向急速的飞过来 最后停在了天空上先前大战的地方 流光消散 一老一女出现了出来 老人身穿一套普通的黄衣 鹤发童颜的模样 倒颇有几分轻易之感 她的眼睛扫视间颇具威严 旁边的那个女人 一身金色香紫的紧身紧袍 三千青丝被婉成了凤凰长鸣之状 隐隐透着一份难以掩饰的高贵 容颜甜静美丽 犹如幽山中的一轮清泉 让人 因其身份高贵 而心怀敬畏时 却又忍不住 生出一份 奇念 望着那雍容高贵的锦袍女人 老人大笑道 呵呵呵呵 云宗主 几年不见 风系斗气倒是越来越精纯了 这般速度 老夫是望尘莫及呀 哈哈哈哈 家老的破山斗气 也是越来越霸道了 隔着老远 云运便感觉到了那股霸道的气息呢 嘿嘿嘿 老喽 比不上你们这些年轻人哪 笑着摆了摆手 被称为家老的老者 目光环视了一圈周围 当他的目光 扫到那被崩碎的巨大山峰时 眼瞳微索 轻笑道 看来 我们错过了一次盛会呀 先前 这里出现了四股不同的窦黄气息吧 是啊 有两道气息应该不是加玛帝国的强者 至于另外两道与他们对战的人 我却不清楚究竟是否是加玛帝国的人 毕竟地域这般的广阔 一些老家伙也总喜欢隐秘 至此都不会出现的 哈哈哈哈 老人看着四周笑了笑 脸庞逐渐有些低沉 不过 先前的那道能量爆炸 却是有些害人哪 我想 我想 恐怕是我 面对那种能量爆炸 也只有重伤的下场了 嗯 不知这加玛帝国 什么时候出现了如此强者 若是有机会 一定要结识一番呢 紧袍女人笑着点点头 美眸随意的在地面上看了看 片刻后 忽然疑了一声 玉手向地面一招 顿时一片淡蓝色的金属片 便是迅速飞射上天空 被他牢牢的抓在了手里 这是 翻看着这块有些眼熟的淡蓝色金属片 片刻后 紧袍女人翘脸猛的一变 诗声难难道 海之心甲 脸色变幻地盯着手中的淡蓝金属片 这个云蓝宗的掌控者 那田静淡然的美丽脸颊上 破天荒地闪过了一缕机械 他的玉手悄然紧握 心中不断地翻腾着 海之心甲的碎片 怎么会出现在这呢 难道那个小家伙 心前也来过这里不成 既然海之心甲已经破碎 那他也似乎受了极重的伤了 这个家伙 怎么哪都有他的事啊 目光泛着些许焦急在地面上扫过 却是没有扫到半点可疑的痕迹 紧袍女人柳眉微数间 吟有几分怒气 云蓝宗主 你这是 一旁老者瞧的紧袍女人竟然这一番的姿态不由得一愣 惊诧地问着 这还是他头一回瞧到这位云蓝宗的掌控者会同时闪现出如此多样的异样的情绪来 哦 没事 被老者声音惊醒 紧袍女人的翘脸上急速迅速收敛 瞬间后便是回复了先前的淡然 笑了笑 当着老者的面 把海之心甲的碎片收到纳戒 轻声声吟到 家老 我想我们应该调查一下 先前那四位窦皇强者的确切身份 毕竟 这两位他国的窦皇强者潜入加玛帝国 应该不会只是来游玩这么简单的 文言老者顿时有些诧异地望着紧袍女人 以他的性子 可不像喜欢这些感兴趣的人呢 这回怎么这么主动呢 袁宗主 先前那金属碎片 究竟是什么东西呀 心中闪过一抹疑惑 老者身为皇室的守护者 对于这些外来强者的调查 却是属于他分内的事 本来他还打算出口 请云兰宗也顺便帮忙忙 没想到 这个云运竟然主动先开口了 因此老者也是面带笑容点了点头 顺水推舟地笑着 也好 美眸 挑向地面下的城市 紧袍女人笑了笑 下面就是严城了 墨家总部正好设在此处 我们先去收集一些情报吧 玄机便是率先对这严城之处降落而下了 其后老者也是不急不缓地跟了上来 话说 硝烟经历了这场恶战 他怎么样了呢 三天之后 石墨城 墨铁拥兵团的总部 幽静的房屋中淡淡的檀香缭绕其中 让得人精神略微有些舒畅和陶醉 在房间角落的床榻上 少年眼眸紧闭地躺在上面 许久方才有一次微弱的呼吸 让得人忍不住有些担心 那口气会不会忽然接不上来 而导致那最为悲惨的结果 躺在床上的少年 迷糊间 隐约的感觉周围不断地有人来回走动着 许久后 随着几道滴滴的探声响起 缓缓地消失 不知道是在多少次的关门声响后 床榻上犹如死人一般的少年 手指忽然轻微地颤抖了颤 半晌之后 微弱的呼吸终于强盛了一点 再过的一会儿 睫毛轻轻地颤抖 眼皮挣扎着 微微地睁开了 淡淡的柔和的灯光 透眼而尽 硝烟的手掌猛得一紧 努力地移动着目光 将这处略微有些眼熟的房间完全打亮完之后 方才重重地松了口气 全身疲软地躺在柔软的床榻上 他知道 这是他两个哥哥的地方了 微微喘着气 把脑袋完全清醒之后 一股股记忆迅速从脑海中 深处涌来 让他硝烟回想起了事情的始末 受伤了吗 回想起当时毁天灭地 席卷而来的剧痛 硝烟苦笑了一声 清晰了一口 略带着有些残香的空气 脑子更是清明了一点 缓缓的闭目 心神沉入体内 随着心神沉入体内 顿时一副残破的几乎让硝烟 目瞪口呆的身体内部状况 出现在他的心神注视下 望着这句 犹如被恐怖力量强行摧毁过一次的体内 硝烟的心头猛地下沉了许多 他虽然能够猜到自己受伤不轻 可却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不轻 竟是到了这种地步了 现在 体内的这副惨状 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 恐怕唯一的结局 那就是彻彻底底的变成个废物 完了 这次麻烦的大了 苦涩的在心中喃喃了一声 硝烟的心神顺着残破的经脉 缓缓流转着 最后来到了小腹位置的气旋上 望着他气旋内部 仅仅残余的几滴青色液体能量 心中再度叹了口气 这可真是雪上加霜了 气旋中央的位置 一个细小的光点 微微蠕动着 在光点之内 隐藏着硝烟最大的底牌 清廉地心火 不过此时的硝烟 却是不敢从中抽吊出 一丝的清火 现在体内的经脉 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了 他甚至不怀疑 若是现在谁 能给自己身上狠狠的 加上一掌恐怕自己啊 就真正的彻底完蛋了 心情沉重的 从体内撤回了心神 硝烟缓缓睁开了眼睛 苦笑着摇摇头叹了口气 愣愣地盯着天花板半赏 硝烟心尖忽然猛的一颤 他现在才想起来 从醒来到现在 似乎差点忘了什么 现在他终于想起来了 药老竟然没动静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想起这个事 硝烟的脸色瞬间变得极为难看 心中急忙呼喊着 老师 老师 呼喊 持续了几分钟 都有如石沉大海一般 没有丝毫的回应 而硝烟的心 也是随着要老回复时间的延长 而越加下沉 出事了 嘴角微微抽搐着 硝烟猛然间感到口干舌燥 一股恐慌的情绪 悄悄的从心底蔓延了出来 这种恐慌 就犹如几年之前 自己从天才 一夜间变成废物的那一刻 所产生的恐慌 是一模一样的 自从与要老熟食以来 只要有着他的存在 硝烟心中 便无比的踏实 因为不管怎么样 他也清楚 只要要老在 那么他 便绝对不会让自己真正的死亡 可是如今 要老忽然咬无音信 这让得一直以他视为依赖的硝烟 真正感觉到了一股 难以掩饰的恐慌 紧紧的咬着嘴唇 硝烟费尽全身力气 抬起手掌 当他瞧得手指上 那枚安然无恙的黑色古朴戒指后 方才轻松了一口气 努力的把心中的恐慌 压制下去 硝烟 再度闭上眼 灵魂力量 在身前纠结成一丝 然后对着黑色戒指 触碰了过去 当灵魂力量刚刚接触到黑色戒指时 一股庞大的犀利猛的自其中爆发而出 旋即在硝烟费尽在消炎猝不及防之时将之吸进了黑色戒指里 灵魂力量的灵魂力量 老师 老师 你没事吧 瞧得药老的身形 消炎心中的石头才落了下来 不过虽然心中轻松了点 不过他也不是笨蛋 以前 以前要老跟他说话 直接就能从心中说话 而现在 却必须他进入黑色戒指 方才能交谈 由此可知 药老的情况 应该不好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和一个坏消息 药老笑了笑 手掌拍了拍消炎 由灵魂力量虚构出的虚幻的人影 欣慰的笑着 好消息是 我很佩服你 你所创造出来的那个佛怒火莲 那毁灭性的威力 即使是我 也为之感到惊叹 日后 你若是能够将之创造完善 我想同等级之中 你应该再无敌手了 消炎听了药老的话 脸庞上没有喜悦 佛怒火莲的威力虽然恐怖 可他制造出来的伤害 也使得自己 有些无法承担了 至于坏消息 或许你应该已经发现了 自己那被破坏的一塌糊涂的身体内部了 嗯 很严重 基本 快要崩溃了 哈哈哈哈 伤势虽然严重 不过啊 只要调养生息 很快就会逐渐恢复的 我已经 我已经为你安排好一个休养程序 待会儿我会传给你 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 很快就会恢复巅峰的 那 老师您呢 敏感的听出了要老一丝悬外之音 消炎急忙的问道 我 或许这才是最大的坏消息 你虽然成功创造出一次堪称完美的爆炸盛宴 不过可是抽取了我将近百分之七十的灵魂力量 加上最后还在火浪中保护你 我的灵魂力量几乎被消磨殆尽了 文言消炎脸色狂变 那由灵魂力量所凝聚而成的虚幻人影猛的波动起来 别急 虽然灵魂力量被消耗殆尽 不过却并不是不能恢复的 只是我可能要像从前那样睡一段时间了 要老柔和的盯着紧咬着嘴唇的消炎 以后的一段时间里 或许老师不能再继续保护你了 一切的事情都得靠自己了 望着那笑容安详的耀老 消炎的眼圈忽然红了 他的拳头紧紧的握着 低声嘶哑的说 老师 对不起 消炎心中清楚 若非自己一意孤行 想要融合一伙 那么耀老的灵魂力量也绝对不会 残破殆尽 现在也不用以沉睡来回复力量了 不用自责 只是沉睡一段时间 又不是彻底的消责了 你所创造的佛怒火莲 我很满意 我的学生的确非同常人呐 哈哈 拍着消炎的肩膀 耀老大声地笑着 好了 剩余的灵魂力量快要用光了 你出去吧 清灵的事 你无需担心 那个绿蛮 不会像墨家那样对待他的 放心吧 耀老的身体忽然变得虚幻了许多 他对着消炎挥了挥手 老师 保重了 双漆 缓缓地跪立虚空 消炎红着眼圈 把头颅对着要老 重重地磕了下去 欣慰地望着那经历这番变故 彻底脱离了稚嫩的少年 要老含笑的点头 虚幻的身体 终于是逐渐消散在光圈之中 小家伙 希望等我醒来之时 能看到你彻底成为强者的弟子 戒指中 我存有一些古灵文火 若是危机关头 可以使用他们 另外 从认识到现在 老师对你 非常的满意 蕴含着些许淡淡的笑声 缓缓的光圈之中 响彻着 久久不散 缓缓地站起身子 消炎 望着空荡荡的光圈 哀伤地深吸了口气 从此以后 他便要孤独地 面对整个世界了 朋友们 遇知后事如何 敬请收听 豆破苍穹 第176回 欢迎加入小张同学交流群 一群105081369 二群160124178 三群136358417 和生词一起聊豆破 欢迎加入小张同学交流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